结果我买了这个 大家早安 我现在人在医院这边 然后呢 我现在是要来做PCR 因为我后天要回台湾 然后其实我原本很害怕是说 15号之后要自费 可能要40几欧 但是呢 有打过疫苗的就可以不用钱 我走错地方了 因为他是为了古异样没有打疫苗的人 就是去打疫苗 所以他15号之后开始收钱 在前面那边 我的天啊 我刚迷路很夸张 我来过这边三次来四次 今天居然迷路 我刚才跑到三楼去 然后现在终于到了 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 这次还好 他就只有戳我右边的鼻孔 然后长个四五圈就出来了 现在就等晚上收报告 应该是正常来说晚上就可以拿到报告了 哈喽大家我现在人到机场了 我已经刚刚过完海关过来 不是海关 安检啦 然后现在在逛免费 全部都有 这个大罐的好像是比店里便宜10欧 还是3欧而已 杜桑是100欧 有没有小的 小的 他杜桑居然没有出小瓶的 这边没有 这两个我都有了 这边呢也都是有卖大罐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30欧 因为我发现我买100的 根本就喷不完 而且就是会随时心情想喷不同的香水 就更不容易喷完 然后这边有我想要的味道 这个是无花果的 88 再有余 我看到了一个超便宜的组合 这个 才35欧 而且他这水池长是75ml 才35欧 然后旁边还附这么多东西 我自己购买一罐打折网 好像也差不多快30了 可是我已经买了 我现在离登机还有一小时 然后飞机五点飞 现在才3点半还有很久时间可以逛 这边免税的东西啊 不是每一样都很便宜 有些都只便宜 几欧啊 十欧之类的 但有些真的超便宜 像是碧尔泉这个水 才是12.5欧 而且还是200的 可惜它是滋润 法国没有卖清爽型的 这个对我来说太滋润了 所以说可以特别看 上面有写在特价的 真的划算的好不好 然后我现在想要买一个护手霜 我想说买这个欧苏丹的set 它有三个 好像两个是护手霜 一个是护唇膏嘛 嗯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 我现在终于要走去登机门了 结果我买了这个 我就买了护手霜 然后身体乳跟护唇膏的组合 然后我的包包好重哦 里面有一台电脑 一台iPad 然后相机啊 什么的 电子用品真的都很重 然后我等一下要去荷兰转机 转机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有一点点担心 但正常来说应该会还蛮快的 所以应该还好 只不过就是一个小时会稍微有点紧张 所以我这次到荷兰的位置 我有挑前面一点 我挑第五排 然后我是用我的里程数换那个位置的 我现在到荷兰的机场了 然后是要赶快去登机门那边 刚刚落地的时候 还要搭 Shadow Bus到机场这边 然后我现在只剩下 54分钟 有点紧张 我过完海关了 一分钟 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 完全没有排队 然后一下子就盖完 脏就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要走去登机门 好像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我刚刚在飞机上有点饿 空姐有发一个起司的三明治可以吃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会饿 只要上飞机再吃也可以 我可能就去个厕所 然后找登机门吧 好像在F5多少 我还蛮喜欢在荷兰那边转机的 每次来都觉得这边海关特别的帅 真的不是重阳魅王 就是我去英国法国 真的都没有感觉 但是河南人就是特别的帅 而且特别的友善 我刚刚被一个河南人搭讪 他问我厕所在哪 对应该是搭讪 然后就跟我聊天 在Tulus机场发现一件很崩溃的事 就是我在台湾的玉布卡过席了 明天的话就只能去机场排队买SIM卡 但是好处就是机场买的方案还蛮划算的 会比较便宜一点 我之前台阁大每个月都要付899 还蛮贵的 7点55台北Bangkok F2 F2就在前面 但好像还要再顾一次安检 是吗?好像不用耶 所以转机非常的顺利 一个小时来得及哦 疫情期间啊 没有疫情的时候应该很多 他们是在F2这边 然后要填一个健康问卷 然后才会告诉你真正的Broadding的Gate I keep a stack of letters from all my closest friends So I know they're real They really love me Cause they like to play content Summer hasn't started But it feels like it's the end Cause I think ahead I like to plan So I'm never in suspense I'm pouring gasoline On the fire you started in me No one can cancel me I'm swaying along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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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外送 因為我住的這邊 超多外送的選擇可以叫的 然後我現在臉上都是油耶 鼻子這邊 我的天啊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這麼多油 我媽幫我送來的包裹 然後還有她幫我帶的東西 滿滿的衛生棉好好笑 我昨天搭飛機的時候月經來 超衰的 然後她就幫我帶的衛生棉 還有一些衣服 我媽還幫我煎了火龍果 開心 然後這個好像是我的簡易包耶 居家關懷包對 蓮子米香 菜脯餅 玉米濃湯的餅乾 這感覺不錯耶 哇 這什麼 三合一麥片 光泉牛奶 哎呦不錯 兩個紫米藝人 哇 好古早味的口糧棒 最後還有口罩 有這些就非常感謝 太開心了 現在還在等午餐 現在來量個體溫好了 我住在這家飯店的最高樓是12樓 超棒的 而且我附近隔壁好像都沒有住人耶 因為我都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音 這幾天再來觀察好了 再來看看外面有沒有什麼地方有放濕的 然後呢 36.2 春水糖 哈哈哈哈 招牌米姐 我的小杯的珍珠奶茶 將 我還點了蘿蔔糕 跟功夫麵 我點很多是因為有些剩下來可以留到晚上吃 因為他有附一個這個馬來西米應該是飯店送的 想說晚上可以配著吃 其實我還要買電煮鍋 可是那個包裹還沒有到 哎他沒有給吸管 我剛好像是忘記按到那個索要餐具 我這邊是有之前他給的筷子 但是飲料我好像只能打開來喝了 太悲慘了吧 這個應該是辣醬 把他加進去 耶 分為三輪展開 每輪對決當中 施力陣營將面臨成圓 離開的危險 我現在想說來稍微畫一個淡妝好了不然好舒服喔 我會照鏡子的時候覺得自己很醜 我這個眉妝蛋是剛在FOOPANDA上面 康氏沒買是這一類的眉妝蛋 還蠻好用的 之前用過一顆 然後我這次粉底液 只有帶嬌藍的回來 我那時候有預約要帶 植村秀的保濕的無極限 還是帶這一罐嬌藍 後來就是選校期比較短 因為我這罐嬌藍好像到明年3月 它5月就過期了 然後它還蠻貴的 所以呢 就是要努力的用完它 好險也是帶這一罐 因為台灣還蠻濕的 是我帶來的乳液啊 這在法國擦可能還有一點不過力 然後再談一下 哇有點太滋潤了 然後這一罐是 稍微偏實妝型 沒有那麼的水潤 我昨天 凌晨5點 早上5點才睡著 然後7點半就起來了 才睡兩個多小時 但是我現在也沒有說很困 而且我昨天半夜的時候 一直在逛UberEast 跟Fu Panda 我就來看這附近到底還有什麼好吃的 這個是我以前 會吃的餐廳全部都有耶 超讚的 我剛剛中午除了看四美之外 我還叫了喝茶囉 第一次喝 之前都沒有想過要去喝 可是最近還蠻紅的 這一杯是賀鼎那提 無糖常溫加蜜糖珍珠 我覺得 還不錯 我珍珠蠻Q的 但是我覺得喝起來 跟50拉好像 會不會有人打我 有一點點像 我買了兩杯 一杯明天喝 這一杯是 奇夢那提 然後我是點一份糖這一杯 明天再來喝 給你們看我的康世美 我補貨了這個Elly的防曬 這個很好用耶 我最近才把這個 前一陣子在台灣買的防曬拿出來用 第一次用 我覺得超級喜歡 就是很清爽水潤 然後因為防曬真的用很快 所以我就在 富片達上面買了 而且富片達第一次買 生鮮超是可以搭五折 最高折兩百 就等於買這些東西 折了兩百塊 我來買了 李斯德林的健康亮白 漱口水 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試試看 我剛剛化了個妝 真的覺得有化妝就是 感覺比較不邋遢 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整天穿睡衣 然後素顏照鏡子 看到自己的時候 真的 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我現在在等我的午餐 我今天叫了 有點貴的一餐 給你們看 到了到了 來了 金梅子韓式料理 然後 我是點紅醬炸雞 跟竹骨湯 他網路評價很好 我之前就有儲存這一家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賀茶樓的奇夢那提 很好喝耶 比他的賀鼎那提 還要好喝多 因為賀鼎那提喝起來 真的很像50啦 那我不如去喝50來 然後這個 放了一整天之後 再拿出來喝還是很好喝 喜歡 我點的是一分糖 去拿外送 哇 超多的 超大 可以吃兩餐的感覺 哇 豬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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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然後韓式炸雞 還有飯 這個感覺可以吃到晚上 豬骨湯 好香喔 然後韓式炸雞 還有飯 這個感覺可以吃到晚上 以無知名看完了 好像才兩天 還三天就看完 嗯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第一集到第七集都很刺激 很好看 就是完全不會有拖的那種劇情 可是第八集 我覺得他的結局 還有整個第八集的走向 就是 比較還好一點 我覺得前七集是很好看的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蠻值得推薦的 然後現在再看 換成戀愛 我覺得前兩集 我看超慢 因為我覺得前兩集還好 然後現在到第三集 哎唷 感覺應該會越來越好看 豬骨湯好香喔 你們看他裡面的豬骨 太好喝了吧 我覺得韓式炸雞好像比較沒有 那麼的韓 我覺得外皮 他不是那種比較脆的外皮 然後紅醬的話 跟我之前吃到就是韓國人做的 有一點點落差 不過還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吃起來可能更台式一點 然後裡面的雞肉還蠻嫩的 太飽了 我把那個湯喝完還有肉吃完 因為那個到晚上涼掉就不好吃 其他這些涼掉都應該都還是蠻好吃的 上次春水堂那些小菜 晚上涼掉也還蠻好吃的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藍光眼鏡 這個是我上禮拜在泰拉團購的時候買的 他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叫什麼 忘記了 然後原價是1980 團購價是1380 然後我覺得他的外型蠻好看的 而且他的鏡框很修飾臉型 不過我這個的 這裡鼻拖嗎 就是要再去調整 因為他會滑落一點點 就有時候他會這樣子有一點點比較下來 然後目前呢戴到現在 我覺得 我的耳朵就是不太適合戴眼鏡 因為我耳朵比較貼 應該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戴大概一個小時他就會 就是耳朵這邊就會痛 會紅紅的 我戴比這個更輕的眼鏡的時候也會 泰拉那時候說蠻輕的 所以每個人感受不同 但是整體來說戴的還蠻滿意的 我覺得好像有戴真的有差 就是眼睛比較沒有那麼累 這抗南光眼鏡啊 你戴的時候呢 這一圈會 黃黃的 你看拿起來就不會 然後有戴的時候黃黃的 然後我覺得素顏的時候 感覺戴眼鏡好像 比較造型 哈哈 地震了 你們看 門在震 在震啊 好像停了 我現在要來運動 現在已經下午5點了 然後房間超熱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熱 昨天前天都沒有這樣 我的冷氣上面顯示28度 今天就今天中午的時候就覺得有點熱 然後我就把冷氣的溫度調到 嗯 23 2225 我去一直往下調 可是結果 它 就是實際溫度卻一直上升 然後我就有跟飯店反應 他們就說 因為它是中央空調 所以其實你改那個溫度是沒什麼差 正常來說是在2223 可是我房間在28 然後他們說如果晚一點 還是這麼熱的話 可能就是要換房間 但其實我不想換房間 因為這一間有陽台 而且採光滿好的 你們看 我這邊是有陽台的 然後你們知道嗎 外面的溫度 比裡面還要涼 外面好像21 22度而已 結果裡面這麼熱 然後現在要運動 所以應該會還蠻熱的 我這間包是怎樣 插座不能用 冰箱壞掉 然後現在冷氣又要壞掉了嗎 插座不能用是我這間房間 只有冰箱的插座 還有床頭櫃的插座是可以用的 其他插座都沒有電 所以他們有送延長線來給我 所以這件事就解決了 反正呢 我就是可能吃完晚餐之後 再看看要不要換房吧 先來運動好了 我先來運動 我先來運動 'Cause in all the truth inside And I promise you this time No bravado No more strange stupid games Just fun battle No more pain All in vain Let your guard down Call my name when you need a friend No bravado No bravado 我现在刚运动完还是好热 所以我刚刚有打电话给柜台 跟他说我要换房间 所以晚一点应该会换房间 现在6点13分 外面是21度 可是呢我的冷气是显示27.5度 我刚运动的时候受不了 所以就开了窗户 不然真的太热了 HELLO 大家 我昨天晚上已经换房了 然后我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新房间 我超级喜欢 玄关这边看过来 就会看到一个算是可以放衣帽的地方 然后这边都可以摊开行李箱 空间蛮大的 你们看 然后再过来 你看看这里都是空屋 接着这里是桌椅 还有小冰箱 走过来呢 这边就是床 这一张床就是真的双人床了 上次那一间房间是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 所以床就很大 但是中间会有一个缝隙 我的浴室在这边 浴室的话就是长这样 干湿分离的 接下来这边有电视 然后下面有这一个 呃柜子吗 原本那间房间是没有的 然后洗手台的部分是在外面这边 之前是在里面 但应该是因为这边是有点类似边间 所以它的格局就会比较不一样一点 然后这边放满了我的东西 然后还蛮开心的是 就是外面这边有一个大的镜子 可以直接在外面这边化妆 因为之前那一间的话就要进去厕所里面 而且厕所里面的镜子我觉得还蛮小的 而且会有一点点太暗 这边也是可以运动的地方呢 这里的景是不是很赞 这里是面对台湾大道 我之前原本住的地方是面对住宅区 虽然说之前那边有阳台 可是呢那个阳台它只能开一小小的门 基本上你是出不去的 所以其实好像没有阳台会比较好一点 这边的窗户每一间都是可以开的 但是只能 诶 诶呀这窗户可以打很开诶 那如果掉下去怎么办 我以为它只能开一点点 诶 我不敢前进 我怕 往那边看就可以看到广山收购在那边 总之呢我觉得这边还蛮不错的 这边的插座都是可以用的 冰箱也是正常的 我现在满心期待的要来吃我的凉皮 我还点了鸭血汤 我是在Food Panda无意间看到 诶凉皮耶 然后我发现那一家凉皮店 好像就是我去年还前年在秦美 好像在美春路吧 然后那边经过看到一家凉皮 就是那一家 只是我当时想要买的时候 他说没有卖 现在居然有卖了耶 哇鸭血 但是这个凉皮跟我在法国吃的现做的感觉 不太一样 他附了四包酱 这两包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有餐具啦 我今天店主锅到了 还有我有顺便订一组餐具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用棉洗块 我各加了一包酱 不够的话再加 我觉得他的酱比较像是凉面的酱 他的那个凉皮啊比较厚 我在法国吃的会更薄一点 然后更Q 这个的话比较有嚼劲 比较像是冷的面 而不是凉皮 我自己感觉啦 不过还是还不错啦 这鸭血汤有辣喔 喝完明天一定会水肿了 哼 哼 如果馅孔姆 的话 我也希望它可以 喝点荣 回 埃SP 否 enjoying 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真的超好用的 直接加热速度很快 好喜欢 而且我觉得上面那个帧gebob太方便了 它可以拿来洗菜 然后我这拌面是 加热喜的干拌面 涮香麻將风味 很香 我马这一个是因为它的面是那种比较粗的面 我喜欢 而且我前天还买了青菜 就是想说可以加进去 好香喔 那个蒜味 仙草冰 这家叫做八十神仙草 我之前在Google map上面就储存这家 刚好住在不远的地方 之前去澎湖吃过那家浴罐仙草冰之后 就对仙草冰念念过啊 给你们看 这一碗是料 然后这个是冰 仙草好嫩 仙草冰念好好吃喔 太幸福了 好幸福喔 我吃吃看这个仙草 太Q嫩了 今天吃连亭的牛奶锅 太开心了 好久没有吃连亭了 记得以前连亭小时候的回忆 就是锅烧意面 我记得那时候才85 然后我刚看外送上面要 160 而且以前是叫寄亭 对 感觉是改名字之后就涨价蛮多的 不过这个碗太小了 我的料都在这边了 我等一下还用夹夹过来 而且刚刚 烫不小心倒到地板 好险没倒到电脑 但是我不能保识 放过来 还有小时候 蜂仁冰 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酸梅冰上面有牛奶冰淇淋 然后我有就是备注不要大豆 因为不喜欢吃大豆 通常可能还会有个红豆之类吧 酸酸甜甜的 真的很好吃 今天是解疫的第12天 所以我现在要去做PCR採检 现在才早上8点半 有点紧张 因为上次被抽很痛 我可以出去还是有点开心 现在时间才8点40分 我8点半出去了 才10分钟就回来了 因为台中医院真的很近 而且那边去採检的时候都没有人 然后移过去就直接搓鼻子 但是这次搓鼻子真的没有想象中很痛 因为它就只搓进去 还搓的是蛮深的啦 只有一点痛 但是就搓进去转一下 大概2秒的时间就出来了 因为我上次去中国医的时候 他搓了20几秒 超级痛 我搓完之后就觉得很怀疑人生 而且台中有居家检疫的专案的样子 所以呢 计程车钱跟裁减费 挂号费都不用付 因为我看台北好像要付500块 然后计程车钱也要自己付 所以就觉得 哇!嗯!很不错! 所以现在就等报告就OK了 不过刚刚出去兜风一下还是蛮开心的 毕竟室内的空气跟室外的空气还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是在防疫旅馆的最后一晚 所以呢我叫了比较贵一点的 我叫了单红锅 我现在我在滑附Panda的时候想说 再看看有什么其他吃的 结果就滑到单红锅 单红锅居然有做外送 想出来叫一下 好险我有电阻锅 应该是因为我甜不要餐具所以才没有付完 好开心喔 然后我的饭是换成猪油拌饭 之前吃过一次单红锅的马奶锅 我觉得还不错 它还有附饮料 汤又太多了 料完全感觉中得太进去 这完全可以吃两餐了 猪油拌饭也很香 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上的10点05分 大概再过一个半小时 我妈就会来这边接我了 有点舍不得 因为我去到这里房间跟行李 我的行李真的有点多 然后我早上叫了早餐 我叫了奶酥吐司 其实我是想要吃厚片加饭团 可是我发现好像早餐店 没有同时卖两样的 但是这一间它是有饭团加吐司的 所以我是点奶酥吐司跟叫什么 经典卤肉饭丸 它这一家是叫做二林阿嬷 不知道为什么有叫阿嬷的店啊小吃啊 就会想要点来吃 因为感觉就还不错 没有这餐店哪一餐啊好久没有喝 它包的不错 它就是饭团里面外面再包一个这个纸 我会想要在最后一餐点饭团 是因为大雅好像没有什么好吃的饭团 我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雅好像基本上都是早餐店 比较少那种餐车的饭团 像是如果在逢甲的话就还蛮多间的 饭团有点多 一口都是饭 饭团有点多 散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